看看新闻榜 1991年一部编辑部的故事火遍全国 让观众知道电视情景喜剧是什么 也让吕丽萍葛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而现在看来这部电视剧的幕后班底也堪称华丽 总策划郑小龙 导演赵宝刚 编剧王硕和冯小刚 无疑不是当今文艺界响当当的人物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资金剧本等原因 这部电视剧在当年没有立刻开拍续集 郑小龙等了二十多年才等到了梦源的这一刻 我就提起来这个编辑部 我十几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剧本 换了五多编辑 有的都写完了 有的写了若干集 都觉得不行 最后才换了这个 最后才确定会强强强 最后写这一刻 人物有趣 台词幽默 话题紧扣 社会热点 这都是观众痴迷老板编辑部故事的重要原因 而在新编辑部故事中 耍水皮子的段落依然比比皆是 其中也不乏对现实问题的探讨 2010年上海市博会是在上海成功举办的了 法国巴黎有一座艾菲铁塔 它是铁做的吗 对 家事 请说出世界上固有几个跨州国家 跨越的都是哪两个州 保留语言的幽默 但是把各种各样的喜剧元素 都放到这个器材里 比如说无厘头的 包括黑色幽默 地球是保不住的 它为什么保不住啊 就是因为它没有投保险 按照剧情 编辑部的人间指南杂志 变成了主打时尚的3W 元老级人物只剩葛林海坚守阵地 他的职位也变成了主编 但是续集夸张的表演风格 让吕丽萍多少有些不适应 我做的还不够 这种想带着以前的感觉 寄到这个新叶中的这张门 开始没适应 主编怎么封成这样了 打扰说那有什么不可以 我还说得 那我也得听导演的 后来我发现 哦我才明白 这里什么感受都得有 我能够光是这个语言的幽默 当时呢台词特别精彩 就是文 人家很多人 只要有人也不是非常喜欢 说哎呦你说 这里面演的什么呀 天天在那里面撒嘴皮子 说我耍嘴皮子 所以这次呢 我觉得新编辑部 确实是大家都解放了 因为现在观众已经很不同了 观众看了很多的喜剧了 观众的对喜剧的期待 已经不是老编辑部时代 那个 很难了 很难把观众逗笑了 是吧 很难让观众 所以说你再没有一些新的方法 没有一些更 更更更更更有意思的招 那我就最后就 这喜剧就不喜 那会怕观众到时候投诉说 这个片子全是恶搞吗 因为现在就是雷剧啊特别多 你看我恰恰我们这片子不是雷剧 它是它是 对它雷剧是不合理 你知道吗 瞎编 我们这个故事情节都是合理的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上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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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 娱乐新闻地 刘丽张丽人上海报道